大家好,现在是下午17点01分 这个人张树田是我们同学他爸爸 应该是被双规了 连我们同学总装备部的一个大校也都给抓了 同时被抓的还有他的外甥一个姓刁的总证的一个处长 就是我同学的表兄弟 这个人张文台总后的政委 我姐夫认识他 他写了他的自传 写了一点书 还送给我姐夫 我们接着聊朋友们 我们接着聊什么呢 还是聊这些红二代 这些开国上将 先说赖传珠 去年我做一个节目 赖传珠的早都去世了 他的孩子们被人家军队被干修所 轰他们 让他们赶紧把房子疼了 都死了三四十年了 这个赖传珠 1910年生的应该是属狗的 开国上将 是新四军的参谋长 然后北京军区政委 后来好像到 那个沈阳军区 当第二政委 有点贬值的意思 或者是党内的权力斗争的 失败者吧 是吧 这个李济奈 山东腾州人 这是他的照片 好像前一段说他的妹妹 在美国 然后 妹妹的女儿吧 说是跟第二个老公 杀了第一个老公吧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卷入一个杀人案 好像是 好像有这么回事 好了 我们就聊这个什么 我们就聊这个赖传珠 赖传珠 他的长子叫赖小鹏 大小的小 这个李鹏 那个鹏 1941年出生的 在他31岁那年出生的 41年 那应该是 也是 那个 属蛇的 应该属蛇的 是一个导弹驱逐舰的舰长 大孝军衔 后来呢 就是新四军研究会的副会长 他的第二个儿子 叫赖克游 克服的克 克服困难的克 这个旅游的游 赖克游 1948年生的 48年 那应该是属鼠的 他是罗荣环的女婿 又跟罗荣环他们家结亲了 那么是 中国体育旅游 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董事长 那这个中国国际体育旅游 可能跟国家体委 或者是这个国家旅游局有关系 凡是带中国自投的 这种公司 都是赚了 是 他们能 个人能赚 赔了 全民的纳税 由国家 所谓国家来赔 他的妻子叫罗北杰 1949年生 比他小了 一岁 大概属牛的 是罗荣环的女儿 那么是解放军304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 他的第三个儿子叫赖小金 大小的小 天金的金 是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官员 一个军官 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司令部 都在八大处 八大处甲一号吧 或者甲十号 具体门牌号我忘了 反正就是北京军区大院里 就在那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陈希莲的家族 陈希莲是1915年生 应该是属兔的 这个开国上将 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 先后还是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司令吧 好像还当过军委副主席吧 反正是在毛泽东 毛泽东的晚年 毛泽东快不行的时候 应该比较的得宠 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叫 王玄梅 王玄梅 是谁呢 是陈庚 也是一个开国大将 这陈希莲是上将 是陈庚的老婆的妹妹 那么 这个陈希莲和陈庚 就叫一旦挑 旦挑 连金 连桥 是这种关系 等于陈庚和陈希莲 娶的是亲戚俩 他们的儿子 叫陈再方 再一次的在 方元的方 1952年生 1952年 然后是属龙的 今年也有69岁了 总装备部 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也是个中将 这个将官 我看基本上 全是这些红二代 不能说全是吧 起码是相当比例 都是这些红二代 然后就是说一下陈庚 陈庚1903年生 建国后没多长时间就死了 陈庚他们家就住在 邻静胡同 就是那个中央组织部 协队棍 马路北的一个院子里边 一个四合院 陈庚 这个哈军公 他创办的 副总参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 陈庚的老婆 叫王根英 王根英 王根英的妹妹 就是王玄梅 他们姐俩 分别嫁给了 陈庚和这个陈希莲 然后说说叶飞的家族 叶飞好像也是福建人 也是来自所谓的 闽西革命根据地 他是1914年生 1914年 1914 1914 属虎的差不多 他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他的大闺女 长女叫叶小南 大小的小 木字边 那个男 叶小南啊 他是谁的儿媳妇呢 是江华的儿媳妇 他是厦门市计划委员会 纪委主任啊 在计划经济时期 这纪委的权力可大多了 你比如说国务院 有一个国家纪委 国家纪委 就是差不多是国务院里边最有实权的啊 除了总理之外 这个国家纪委就号称叫小国务院啊 然后他的丈夫叫江小华 江华的儿子嘛 江小华 是武警水电指挥部的副参谋长 是个大校啊 这个江华的女儿我见过 在那个 我的一个望年交的家里边啊 望年交他们是第二次婚姻了 我那个望年交是第二次婚姻 蒙古族啊 是在朱镕基的老婆的那个中资公司 中国国际工程资讯公司 现在叫中国资讯集团 在那上班啊 他第一个夫人去世了 那个第一个夫人就是05年 邀请我去大学讲课的啊 第一次有生以来 邀请我一个初中生去大学讲课的 那我的那个伯乐啊 可惜后来就去世了 然后第二个女儿次女叫叶之英 知乎者也的知啊 英国英雄的英 是厦门市的副市长 看来啊 你看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在福建的厦门一带活动啊 看来他们家这个 这个触角这个势力主要在这一边啊 还有 我们再说说杨勇的家族啊 杨勇 杨勇是 1913年生人啊 是属牛的应该 副总参谈长 北京军区司令 这个杨勇和胡耀邦和张国焘 他们都是表兄弟的关系啊 这三家都是湖南人啊 好像是刘洋的吧 这个杨勇的长子叫杨继平 这个继是河北省那个继啊 1940年生 1940年那应该是属虎的啊 是个少将 重庆警备区司令 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啊 他的第二个儿子 叫杨小平 1942年出生 属马的 总参通讯兵的部长 少将军匠啊 对刚才说了 这个徐向前 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晓妍 也当过总参通讯兵部的部长 还有一个副部长 也是一个开国将领的一个后代啊 罗荣环 对罗荣环的女儿 有一个叫罗北杰的啊 嫁给了赖传珠的儿子 赖可尤 罗荣环另外一个儿子 也嫁给了一个开国将帅的 一个大领导啊 一个一个 他们的一个子女啊 一个儿子啊 然后 次子杨小平啊 总参通讯兵部的部长 也是个少将 有个女儿叫杨北北 1943年生 原名叫杨京 一个女字边 一个青色的青 杨京 是原来是空军飞行教官 是个大校啊 这个他这个女儿好像生活在西班牙 似乎就在巴塞罗那啊 但是我们不认识啊 这个杨勇的表弟 是胡耀邦 1915年生啊 胡耀邦应该属兔的 1989年 74岁那年 不知道没过生日啊 也许73 就去世了啊 我们再聊聊 我看看啊 再聊聊 张爱萍的家族吧 张爱萍也是开国上将啊 是这个 他原名 原名叫张端旭 端庄的端 端端正正的端旭 光旭的旭啊 张端旭 张爱萍四川人啊 这个 1910年生 应该属狗的 这个 他的长子叫张祥 飞祥的祥 1943年生 应该是属羊的 曾经是 第二炮兵 第二炮兵副司令 一个中将啊 然后他的次子叫张胜 胜利的胜 1945年生啊 那应该是 属鸡的 总参通讯兵部的 训练局啊 总参军训部 训练局的局长 总参作战部战役局的 战役局的局长 大孝俊贤啊 他的妻子叫刘汉妮 汉 约汉的汉妮 女字边一个妮 是北京大广联商城的总裁啊 他的第三个儿子啊 三子叫张品 三个口这个品 47年出生的啊 47年 47年应该是 属猪的啊 是国防公办所属的新时代公司 副总经理 是个大校军衔啊 对 我知道这个新时代是就是军方的啊 然后我看看 没有他的长女的信息啊 有他的次女 二闺女 叫张小爱 张小爱这个名字很熟啊 是吧 这个1951年出生 是中国人类生态学会 副秘书长 博士生导师 张小爱好像写过一些小说之类的吧 如果没记错啊 然后张小爱的儿子叫张新亮 辛苦的心明亮的亮 1984年出生啊 英文名字叫尼古拉斯张 尼古拉斯张啊 他就是张爱萍的外孙啊 是张小爱的儿子 那么他娶了谁呢 他娶了现在的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女儿啊 他创立了一个对冲基金 叫心仪资本 他是创始人 心就是他名字里边这个张新亮啊 辛苦的心 仪就是外仪嘛 就是洋人嘛 就是这意思啊 然后张爱萍的老婆 他的妻子叫李又兰 又啊 就是又一次的又 兰兰花的兰 1919年生 那么比张爱萍小了9岁 是项英的第二任的老婆 项英啊 新四军政委 晚南事变的时候 不是被国民党给杀了吗 啊 然后这个后来他就改嫁给了张爱萍啊 这个李又兰长得漂亮啊 在新四军里边被称为新四军中一枝花 是新四军军部 政治部 巡视员啊 解放以后啊 1949以后 国防科工委办公室的副主任 啊 后来又到中央军委办公厅 担任办公室主任 为什么呢 因为张爱萍当国防部部长 是吧 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呢 是我的客户 他也叫中央军委办公厅 也叫国防部办公厅 也叫总参办公厅 实际上 是 一套人马啊 挂三块牌子 实际上是 总参办公厅啊 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很多都是自己的老婆 当办公室主任 是吧 像这个叶群 就是林办主任啊 林彪办公室主任 那么现在说说汪洋 1955年生啊 应该是属洋的 今年有66了 全国政协主席啊 他的女儿叫汪西沙 小西 西水的西 沙漠的沙 1982年生 今年有 三十 三十九了啊 他比那个张爱萍的外孙 张小爱的儿子张新亮 大两岁啊 他是德一志银行 香港分行的高级经理 德一志银行都知道啊 里边的大股东 就是海南航空公司 海航啊 好吧朋友们 先聊到这啊 这一聊又聊了十多分钟了啊 啊我喝口水啊 待会咱们接着聊别的家族啊 这好玩 这特别好玩啊 信息量特别大 谢谢啊 这是我同学他爸 已经被双规咯 沙漠的一个 DP 凡 我们下期再见